从上个星期一开始 叙利亚执行了为期7天的全国停火协议 但是叙利亚政府均上个周末被炸 另外有一个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车队也遭到了轰炸 这使得这项停火协议如今面临破裂的危险 叙利亚问题国际支持小组 也就是英文简称ISSG的小组 今天在纽约紧急召开会议 检讨停火协议以及人道救援 中国是成员之一 北京是否会采取实际行动来接纳难民 或者直接介入叙利亚冲突呢 我们现在联系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荣香你好 荣香在叙利亚问题上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最新发展 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包括美国 俄罗斯还有中国等等在内所谓的ISSG 也就是叙利亚问题国际支持小组成员 今天在纽约在联合大会开会期间 紧急召开会议来检讨这项停火协议 会中各国也达成协议就说同意在本周晚些时候再次召开会议 包括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内的许多外交官都没有放弃外交努力 那么我们知道不久之前美国还有俄罗斯在日内瓦紧急斡旋 就叙利亚的停火达成了七天的全国停火协议 那么根据这项在上个星期一开始执行的停火协议 七天之内如果暴力大幅降低 并且人到救援物资顺利获得了运送 那么美国和俄罗斯就会共同成立一个军情中心 来分享军事情报 共同对抗所谓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还有所谓的努斯拉阵线 不过过去几天我们看到美国和俄罗斯互相指责 彼此所支持的各方违反了协议 那么首先是俄罗斯指控美国在上个星期六 叙利亚的政府军被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轰炸 那俄罗斯表示这是美国方面故意违反了协议 但是美国国务院表示这是不幸的一起意外 那么昨天也就是星期一 一个运送人到救援物资的车队呢 在序列了一个大城市 也就是雷普附近呢被轰炸 那么呢美国引起各方的重怒 那么美国就表示说呢 这是俄罗斯是幕后的黑手 那么有鉴于此呢 国务院也发表了强硬的声明 表示说由于这份停火协议呢 被过分的违反 那么未来也将重新检讨 美国如何和俄罗斯就此合作的前景 我们知道尽管这个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还有努斯拉阵线是各国的共同敌人 但是美国和俄罗斯所支持的并不一样 美国所支持的是叙利亚温和的反对派 俄罗斯和中国所支持的是阿萨的政权政府军 因此一般都认为美国和俄罗斯在互相猜疑的同时呢 对于是否能够真正的合作是持怀疑的态度了 更别说是来互相分享军事情报 平照 容香我们知道中国是国际支援叙利亚问题的成员之一 那么中国军方在八月份宣布 中国计划加强对叙利亚政府的人员培训 并且向叙利亚提供了医学护理等等的专业培训的名额 但是这些项目都要在中国实施 那么美国政府是否认为中国在对美国唱反调呢 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在内衡国大会开会演讲的时候 就叙利亚问题向国际社会发表了敦促 说要解决叙利亚问题有几个重点 那么就包括了外交手段政治解决 还有不断的人道救援的运输 那么他昨天跟中国的总理李克强举行了双边的会谈 美中两国也就与美中在国际人道救援所扮演的角色 有很重要角色达成的协议 那么我们知道简单来说就是美中是求同存益 尽管美中两国都是ISSG 也就是所谓的序料问题国际支持小组成员 但是中国并不是以美国为首的打击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联盟成员之一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奥巴马 在联合国大会上对于序料问题有什么样的阐述 我认为我们必须诚实面对这些冲突的性质 国际社会必须继续与那些不是要搞破坏 而是在寻求建设的人合作 这一工作有军事的组成部分 这意味着团结不懈地摧毁伊斯兰国这样 对人的生命毫无尊重的组织 不过这也意味着在叙利亚这样 没有所谓最终军事胜利可以争取的地方 为了停止暴力 我们必须继续进行外交这项艰难的工作 并向那些有困难的人提供援助 支持寻求政治解决 以尊严和尊重看待与自己不同的人 中国总理特强在纽约表示 中国政府愿意拨快一亿美元 来协助国际的人道救援 并且来协助国际解决难民的问题 这也是美国所欢迎的文章 好的 谢谢荣湘 在美国国务院为我们所带来的连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